Hi,大家好,這裡是飛線信,我是Jason Apple本週對相當多的裝置推算了他們的系統更新 這其中也包含了MacOS 12.4以及iPadOS 15.5 而從這次的更新也發現了Universal Control 也就是通用控制 已經從Beta版改為正式版了 而在上個版本裡面有兩個大問題 在這次也一併修正了 第一個就是你的Mac有搭配使用外接螢幕的使用者 在通用控制的設定裡面佈局iPad的位置是沒有辦法隨意去擺放的 尤其是外接螢幕如果是一上一下這樣子的組合 要將iPad的位置靠在你Mac螢幕的左側或右側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除非你放棄將你的外接螢幕佈局至終才有辦法做到 否則你的iPad的位置就會被強迫放在你的外接螢幕的旁邊 這樣子的情況就會變成每次在使用通用控制的時候 都要從外接螢幕才能有辦法繞到iPad那邊去 使用起來就有點多詞一句的感覺 在這次的更新也一併解決了這個問題 現在三個螢幕可以靠在一起 而且也可以更快的互相去移動 方便性可以說是大增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上一個版本 使用通用控制正在控制iPad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使用Mac的鍵盤正常去切換注音 然後在iPad上面進行輸入 尤其是注音不能輸入的部分 對我的影響真的是非常大 而使用起來相當不方便的情況下 也一度讓我經常就忘記 可以使用通用控制的這個功能 而在這兩個問題被解決之後 通用控制又再次回到我的工作流裡面 但是還是會遇到一些小問題 那我這邊提供了一些我的應對方式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知道通用控制 並不是只有讓游標在裝置鍵移動來移動去 這樣這麼簡單而已 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裝置鍵的互動 像是在裝置之間互相去拖拉檔案 或者是相片交互使用 但並不是每一個功能都要求一定要用拖拉的 像是iPad上面的檔案APP 裡面的東西你就可以用快速鍵的方式 複製貼上到Mac上面 反過來從Mac這邊也是一樣的道理 而有一些網頁可以提供你 直接拖拉上傳檔案的功能 在上一個版本是沒辦法 跨裝置直接拖拉過來這邊上傳的 那現在也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 而檔案跨裝置這樣丟來丟去 跟以前的AirDrop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傳輸速度上面當然是不會差多少 那再來呢 AirDrop主要是針對你的聯絡人 有更多的對象可以去做傳送 而不是只有你這幾個 通用控制的裝置之間的傳送 而使用通用控制來傳送跟接收檔案 最大的好處大概就是 有一些情況下呢 你可以減少不少的額外步驟 例如你的Mac上面有一張圖片 你就可以直接在iPad上面開啟檔案APP 拖拉到你想要放的目錄 又或者是像GoodNotes這樣子的APP 你也可以先開好 直接就拖拉插入圖片 不用像AirDrop一樣呢 傳送完再到照片APP裡面再繼續做處理 那處理完畢之後呢 還要再把照片APP裡面的這個圖片刪除掉 相對就減少了不少的步驟 第二個呢是螢幕佈局的位置 如果iPad螢幕擺放的位置呢 上方有跟其他螢幕銜接在一起 那你就沒有辦法使用 將游標移動到iPad螢幕上元 會顯示通知 那以及將游標移動到右上方 會顯示控制中心的這個功能 而控制中心的部分呢 還可以將游標移動到右上方的時候 輕點一下一樣會顯示 但通知就沒有辦法了 如果有遇到這個問題 而且也不想一直伸手去摸iPad螢幕的話 就可以改用在Mac上面按下 Function加上N顯示通知中心 又或者是按下Function加C顯示控制中心 第三點呢 是iPad如果有搭載巧控鍵盤的話 兩邊的鍵盤隨時都可以交互使用 Mac的鍵盤上方如果有提供一些媒體控制鍵 也一樣可以拿來控制iPad 而iPad上面缺少Escape這個按鍵呢 也一樣可以使用Commet加點的方式來取代 而iPad這邊的巧控板 一樣也可以反過來控制Mac 但是現在會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沒有辦法使用Mac上面的手勢 而Mac在控制iPad上面的時候 手勢是完全正常的 雖然iPad這邊可以透過一些快速鍵來達到一樣的效果 但是使用上當然就沒有手勢這麼直覺好用 第二個問題一樣是 iPad的巧控板在控制Mac這邊的時候 兩指上滑或下滑的滾動速度非常的慢 距離非常的短 其實是非常的不好用 如果以上兩點在未來能夠修正好 讓iPad一樣可以反過來輕鬆的操作Mac 相信通用控制會更加的好用 第四點是當開始使用通用控制的時候 你的iPad是不會休眠的 螢幕會一直保持亮著 所以在消耗電力的部分就要注意一下了 如果你暫時用不到iPad 不想要讓它浪費電 那你就可以把iPad關閉 或者是從Mac的控制中心這邊 將通用控制暫時關閉掉 下次要用的時候再將它打開就好了 最後一點就是通用控制並沒有辦法 跟兩年前推出的sidecar 就是並行這項功能一起使用 而當你又使用並行 將你的iPad當作你的鏡像 或者是延伸螢幕使用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先手動關閉並行 再開始使用通用控制這項功能 如果在並行的過程中 直接觸發了通用控制 那你的螢幕佈局裡面 iPad的位置就又會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你就要再重新設定一次你的佈局 所以如果有使用並行的話 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 以上就是目前使用通用控制遇到的一些問題 以及怎麼樣暫時避開它的方式 Apple再推出通用控制 再加上以前的並行、接力 以及AirDrop這些功能 讓Mac以及iPad甚至是iPhone 在同時使用的時候效率更加提高 善用這些功能一定能更加享受 Apple的生態圈所帶來的好處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